这一兵我舰,对去是导弹攻击 中共的扩张令台湾倍感压力 连全球军力第一的美国都高度重视 前美国国防部长艾斯伯就建议台湾比照美国 提升国防预算到GDP的3.2% 并将兵役比照以色列 改为男女都要服一年以上的义务役 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柯伯吉甚至认为 台湾面对真正的生存威胁 准备程度却低到令人吃惊 如果我是台湾人 我会想把GDP的10%花在国防投资上 美方长年建议台湾要把国防预算提高到GDP的3% 而我们明年度的国防预算仅仅占GDP的1.7% 就算加上特别预算也仅仅达到2.4% 然而看看同样面临强大威胁的国家 南韩就达到2.8% 而以色列甚至高达5.6% 就连外敌不明显的新加坡也高达3% 根据国防部最新资讯 明年度国防预算约4151亿元 加上特别预算达到5863亿元 但与中共的6兆5000亿台币相比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目前台湾很多武器系统的确是有一定的受限 那要假想说如果现在在几年之内 如果爆发战争跟冲突 以现有的武器系统能不能因应跟反制 那可以针对不同的方式来编略相关的预算 那我觉得即使超过3% 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关键性的需要 其实应该也要认真的考量 然而我国举债也不断增加 明年度预计举借1736亿元 再加上特别预算举债2128亿元 举债高达3864亿元 债务不断累积的主因 是前瞻建设、国防采购、海空战力提升 以及疫情纾困振兴等计划 依照美方建议 将国防预算提升至GDP的3% 蓝绿立伪都不乐见 那如果是增到3%的话 按照目前的估计大概要7329亿 那比现在的预算要多1466亿 那我认为短期间这个 要达到这样的数字 确实有它的一个困难 那我认为国防预算的增加 还是要看我们的国防需求 以及我们对外采购 或者国内产制的一个情形 硬要把它马上拉到一个3% 多出来的额度的这样的经费 反而会有腐烂之鱼 这样事实上会排挤到 相关的教育、投资、社会福利 还有经济建设的发展 美方要我国共产党 这些相关的武器 事实上是希望把台湾 包装成是一个刺猬 那这样的发展方向 是不是对中皇宁国比较有利 实在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 放眼全球 台湾算是中间偏上的富裕国家 然而与其他高国防GDP 占比国家相比 台湾税收其实相对较低 如果在现行财政结构下 要提高国防预算 势必得大幅加税 一般人民恐怕也不愿接受 那可能以后每年要编将近 7000亿的国防预算 也就是说以后中央政府的 每三块钱 就有一块钱可能是用在国防上 我坦白讲这真的做不到 美国国家的财政结构 其实不一样 不能够用GDP加上 我觉得比较合适的标准 还是用占总预算的比例 中共国防预算不过占据GDP的1.7% 却仍然是台湾的17倍 而根据国库署国债中讯息 截至111年8月底 国人平均每人负担债务 已达到25.1万元 若再把资源通通溢注在国防 恐怕中共还没攻台 台湾自己的经济就先被拖垮 国防投资与你我的关联 远比想象中更加密切 监督国防对重大政策集思广益 是民主社会公民的责任 毕竟正如前法国总理克里蒙索所言 战争实在太过重要 以至于不能完全交给军人 TVBS新闻立委华顾上军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